由于巴士零件和维修成本提高 在巴山谷一带的销车费将在来临的三月份新雪期宣布调涨 大马销车联合会主席阿玛里解释说 这是因为超过80%的巴士零件都是从国外进口价格较贵 而且每月的维修费也越来越贵 他指出销车费调涨的幅度是介于10至20令吉之间 这将取决于运营商本身 因为自2015年1月起政府不再管制销车费后 销车费就随着地区和运营成本来调整费用 阿玛里表示 考虑到一名学生一个月内乘坐大约44次的销车 如果将票价提高20令吉 那么每天只增加90仙 这是相当实惠的 同时他还说 在维修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若不调涨 只会拖累运营商面对亏损 最终导致他们倒闭 不少家长因为工作关系 无法亲自载送孩子上下学 都会选择巴士载送服务 家长你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A 万五高涨 笑巴费涨价是无可避免的 只是10到20令吉还可以接受 B 每个孩子笑巴费涨价10到20令吉 会令家长吃不消 如果你还有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你信留言和我们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辉家